熱出一身病 夏天竟被當心這一種病 夏天的心臟病並不少見 夏季有兩個很討厭的情況 我們要小心 第一個就是夏季容易流汗 我們會脫水 脫水之後我們的血液容易黏稠 這容易產生血栓的可能性 天氣熱 血液循環比較快速 那我們血管的擴張 也會使得我們內臟的血液 相對的比較少 也是造成心臟病的一個高溫性 對啊 今晚10點 東森綜合台32頻道 醫師好辣 教練